悬挖钻机是一种适合建筑基础工程成孔作业的施工机械 主要适用于沙土 连性土 粉质土等土层施工 在灌柱桩 连续墙 基础加固等多种地基基础施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如今 成孔的直径 成孔的深度以及克服恶劣地质的能力 是施工单位选择悬挖钻机时最看重的因素 施工单位想要赚钱往往就会选择做有难度的施工项目 因为普通的小装大家都能做 没太大的技术含量 价格利润慢慢的就被压下来了 于是施工单位就把目光放在了大装深装难度大的装 这样的项目虽然难度大遇到了困难多 但是利润比小装项目大多了 可以说市场决定设备 正因为大装深装项目抢手 各大工程机械企业在大型悬挖钻机的研发上也是不遗余力 常见的就有中年众客的ZR500L ZR600L 山河智能的SWDM450V SWDM600 宝额的BG55 BG72 都是各企业悬挖钻机中的王牌选手 但悬挖钻机在面对恶劣环境时 越来越大是否意味着越来越好了 对 但并不全对 我国地域辽阔前地质情况复杂 针对不同的地质类型 往往要明确不同的施工方案 以及选用合适的施工设备 例如东南沿海地质较软 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地层复杂 向南新线基本都是暖石层沿层 在浙县地区如何成孔 如何提高施工效率 需要企业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 仅仅做完主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此之外 包括悬挖钻机的配件国产化的问题 钻杆质量不过关 及型号规格不统一的问题 操作人员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 以及前面说的施工效益的问题 都需要整个行业上下游人员 统一战线 协手解决 作为专攻机械的主力设备 悬挖钻机的发展 肯定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变革 感谢观看 听得知